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idens 嘿 谢谢 六月求职忘记快到了 许多大学生都感到很茫然 该找什么工作 哪一类的工作比较热门 比较有前途 一般人都会选择 比较吃香 比較熱門的部門或職務 認為比較有保障 不過BenQ亞太區總經理李敦鴻 卻不這麼認為 一路走來他的選擇都踩藍海策略 選哪一個工作能夠讓我們快速的 累積自己的眼界跟歷練 就是一個這樣的原則在選 所以當有那時候想選一個很大的組織 還是一個新的小的組織 我選這個小的組織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組織 因為它小 所以它進去的人要多功能 因為它要多功能 所以你有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 碰到很多東西 學很多東西 如果一下子就進去一個很大的 那個單位裡面的時候 就可能比較你會 只做比較小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初期在選的時候 我其實幾次的選擇就是 選哪一個領域能夠讓自己 這個學習成長的速度加快 增廣自己的這個見識 增廣自己的歷練 增強自己的能力 大概以這個角度來做選擇 對於工作的轉換與選擇 學習與歷練機會是李敦宏最在意的 他總是選擇可以有更多磨練發展的部門與職位 因此能夠在短時間內累積實力打下良好的根基 不管是選擇叫冷門的投影機部門 或是放棄大家趨之若鶴的大陸市場 改去歐洲 那是我個人 因為我沒有出 我想要去國外看看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另外這個點就是說 你要選擇一個點是 你可以發揮你的相對優勢的 因為這世界上所有事情 沒有事實只有詮釋 沒有絕對只有相對 所以你要選擇的是 你相對在哪個點上 你能夠發揮你的相對優勢 所以那時候我選 我絕對去歐洲 沒有去大陸 我覺得我去歐洲 相對容易比歐洲人努力嘛 就是這個意思嘛 盡量的去選 你覺得可以有挑戰性的東西去做嘛 因為那樣會帶給你 比較快的學習的成長速度嘛 但通常如果你很努力的去做 你通常經過一年兩年 你應該會慢慢的熟練嘛 然後你就會進入一個所謂的舒適圈嘛 當你覺得你的工作已經 駕輕就熟 已經是舒適圈 已經成為這個daily routine的工作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覺得 大概就是要緩的時候 看似平不清雲的李敦宏 藉著一步一腳印 腳踏實地的自我歷練 讓沒有洋學歷 從沒出過國的他 能在BenQ有驚天傲人的成績 他鼓勵年輕人 要勇於踏出舒適圈不斷學習 另外也要勇敢的設定目標 和夢想努力追夢 未來一定可以有一番 令自己滿意的成績